王维忠资料照特派记者尼婉军社 记者尼婉军综合报道 在连续多下两场游职胜头后 25岁台湾左头王维忠在韩职受到的注目度大增 还接受韩媒MK体育专访 报道中也以台湾特集 在3月24日TNC恐龙投出低球之前 王维忠的颜值就受到媒体高度讨论 但在他连续对LG双子乐天巨人都搅出优质胜头后 他的实力也受到肯定 王维忠就说比起外貌 更想让自己的报酬实力被看见 在对LG双子的比赛中 王维忠以最快152公里的直球 搭配140公里出头的卡特球和打者对决 结果7局只被敲6至安打失一分 漂亮拿下在韩纸首胜 到了3月30日对乐天 王维忠依旧以他逾150公里的速球 搭配卡特球等球种投出优质内容 也让他赢得台湾特集的封号 不过王维忠对此称号 则不好意思的笑说 自己不是台湾特集 只是跟一般球员一样 还必须更加努力才行 从吕美到吕韩 王维忠仍在适应两国棒球文化的差异 但他对目前的韩国生活感到满意 也和对友相处愉快 在适应上没有问题